1.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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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看这一部全新的保时捷Makang 你会觉得好像跟街上满街跑的这种保时捷休旅车 长得非常像 事实上这部车是今年1月才在国外发表的 就是Makang小改款车系里面的GTS版本 那说到GTS它的原文是Gran Turismo Sport 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保时捷的车系当中 它兼具一个公路豪华舒适的行路性 但是同时又是最具有运动性格的车型 如果要来形容的话相对于保时捷的GT3 跟GT4这种非常赛车化的产品来讲 所谓GTS就是一种适合在公路上使用 而且更运动化的车款 Makang GTS就是设定上最为硬派 就是操控取向的车型 因为毕竟骑上还有Makang Turbo 那你乍看之下这部Makang跟小改款的Makang 没有什么样的区别 你可以从后视镜 还有一些它的车身的套件 看得出来这是一个Sport Design的选配的套件 头灯它的水箱罩 还有它保感的一些饰板 还有车顶架都做一个所谓黑化 就是熏黑化的设计 它的精华其实在里面 包括它的动力是采用了一款2.9升的V6双涡轮增压引擎 那这一具引擎很厉害喔 它的两颗涡轮是放在引擎中间 那号称反应会更快 悬吊的调校也是GTS的精华 标配的跑车化悬吊可以降低车身15mm之外 这台车由于选配了一个气压式的悬吊 所以更降低的10mm 总之它就是一共降了25mm 所以车身的重心会更低 那轮圈它也标配一个20寸的RS Spyder 只不过我们今天试驾这一款车 它已经选配到一个21寸 那刹车的话也不一样 强力的刹车系统 标配是一个红色卡钳 包覆性更加的跑车化的座椅 然后红色的安全带 整个内装的战斗氛围更强 介绍这么多喔 对我来讲 Macam GTS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台 因为它是一台最操控取向的抛绿 今天我们特别挑选了一条 蛮适合这台车的领导 因为这是一台高性能四轮驱动的跑旅 那在林道入口 有点像是越野赛的路段喔 我们来试一下动态起跑 平衡性非常好 输出非常线性喔 它最大马力380匹 比起前代提升了20匹 然后最大扭力也提升了20牛顿 0到100公里非常快 只要4秒7 急速甚至可以到达261公里 但是我觉得这台车性能并不是这台车的重点 主要还是它的整体的调校 平衡性非常高 车身的动态灵活度啊 真的变得非常非常俐落 狭载的林道跑起来 真的就像是一台加高的仙背车的感觉 它的悬吊在如果你切到Sport或Sport Plus的时候 在低速的时候 确实悬吊会有点硬 但不会让人家觉得太不舒服 越开的越快 它悬吊的反应就越Q啊 我们俗称很Q 就是非常柔韧 即使它的车重不轻啊 1900多公斤 1.9吨 但是我们现在开在非常狭窄的 不会觉得它非常勉强 那主要还是低速就可以释出非常饱满的扭力 整个车身的重心更低 转向也更为敏锐 那这台车还选配了一个操控力器 就是扭力分倒升级系统 就是你在弯中的时候呢 它的扭力会在后轮 除了前后还有左右都会适当的调配 让你时时刻刻都有一个最充裕最饱满的力量 来对应不同的弯道 我们今天试驾的这条弯路 其实路面的品质非常的破碎 崎岖 充满各种落叶啊 还有一些积水还有小的砂石 这条四轮驱动系统 除了反应很快很聪明之外 其实在这样的路面它的循迹性也非常好 你开起来其实还蛮让人家放心的 大钢炮的感觉 整体来讲非常有乐趣 今天以它的操控性表现来看呢 我觉得绝对是比賓士的 比如说GLC Coupe 或者B&W的插货 都比那些车的操控的水准更高一级 而且舒适性并不差